那我們在SOLAR其實也在這兩天 剛好都有上我們主舞台比賽 相當特殊的比賽姿勢 算是蠻有討論度的 當然順便問一下九條好了 因為日本當然是不用特別提 因為他們是格羅爾西大國 當然在其他國家也許在大型電玩 比較沒有那麼風行的情況下 你是怎麼能面對說 這些選手他們挑選控制器的選擇 因為我們看到SOLAR他拿的是一般的遊戲手把 其實現在遊戲手把 在家用市場上其實是佔比較多數的 為什麼以前會搖桿比較多呢 是因為要跟其他玩家交流 唯一的手段就是去外面的大型電玩廠 像日本或是韓國這種地方 我們才可以找到對手才可以找到朋友才可以做交流 那現在家用版本裡面都有做網路連線 那一般家用玩家來說 其實用手把也並不是個壞的選擇就是了 是 好 總冠軍賽 來自日本選手Hakai O 選擇的是King 這一個摔角手喔 他們SOLAR選擇的是封肩仁 好 開場 喔 這邊直接大車輪 捲摔 沒有上牆 不過這傷害也是有照出來喔 這邊 距離拉開 好 切進來了 SOLAR的機會嗎 沒有 這是一個大下段之後被擋住 對 這缺帆 境瑞局上牆 打被連斷 這邊直接做一個 跳起來的折喔 嗯 這是一個跳背的套路喔 是 一旦被跳進去之後 接下來三下攻擊是沒有辦法防禦的 好 那這個如果大家要是有follow我們這幾天的賽事應該就知道了 破壞王是一個相當擅長防守的一個玩家喔 破壞王兵在打長盤啊 對他來說是家常便飯的情況下 是 無關是精神力或是耐力啊 都非常好 對 你沒有辦法短時間內擊敗他 好 這邊 破牆 喔 又上到 直接RD 哇 這邊直接進瑞君 最後一個停 哇 這一口氣逆轉喔 破壞王 看來破壞王的確是有抓到SOLA的動作喔 像剛剛那個其實SOLA是可以站起來的 但是SOLA選手選擇躺在地上觀察情勢 結果被一個RD硬是敲從地板上敲起來之後又追加一次傷害 是 起身選項非常多的情況下喔 破壞王還是有辦法掌握 當然這個這幾天的對戰數量非常多的情況下 觀察你的對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 但對SOLA來說還是能不能抓到破壞王的節奏 接下來呢 要示範他最拿手的獸流啊 是 目前為止都還沒有看到他用喔 然後這邊 喔 就摔被解開 有了 這邊帶一套應該可以進退局喔 上牆 帶有夠遠 牆壁破壞 生死者 這邊最後一個下段收血 破壞王先拿下第一盤 但是SOLA選手來說還是老神在在喔 畢竟第一盤就是我來觀察你 對 所做的成本消費啊 是 這個 如果在這樣子的長盤賽事的情況下 犧牲一盤來觀察對手的習慣也不是一個方法喔 因為畢竟這兩個人也是初次交手啊 對 即便現在鐵拳機在有職業國際行為賽的情況之下呢 並不是每一位選手都能獲得贊助出國的齁 那破壞王當然也是一個在國內相當普去盛名 可是卻很少有出國機會的玩家 嗯 那目前是沒有贊助上的關係喔 是 那更別提SOLA在沙烏地阿拉伯肯定也是比較沒有資金的奧援 或者是出國的機會 喔這邊摔到 好被摔 這邊又是處於血量領先破壞王 基本上只要看到破壞王血量領先他就不會貿然去進攻 受流出來了喔 對 又來一次 好這邊兩次都得逞喔 哇不過這邊 好滴滴踢 哇這是一個側摔被解開 是 SOLA進Rage 好這邊距離被拉開 這個沒有確認好有點可惜 是 又要用命中喔 哇 小雀 這邊破壞王拿下第一個燈 哇這邊空陣 哇這邊空陣 應該是失誤喔 哇又被跳踢 上牆 炸彈摔 哇這血量 這次破壞王就有抓到 這次破壞王就有抓到 對 這個B combo傷害真的非常大 很痛喔 哇你拿兩個燈 SOLA 感覺一開場就被逼到了絕境喔 感覺一開場就被逼到了絕境喔 哇這一個受流喔 是不是要抓破壞王 但是時間錯了 對 這個 我相信破壞王應該也會提防這個 SOLA的受流喔 那把攻擊時間變得比較不規則的情況下 SOLA就很難去掌握 結果這邊直接來一個無血 Perfect KO 也像我們賽前分析過的喔 受流雖然是個很強的技巧 但是如果你沒有辦法 十足掌握對手的出招時間點 其實對自己就會造成相當大的風險 是 而且在我們這幾天打的情況下來 壞王似乎發現了 SOLA選手的弱點 嗯 哇這個 其實日本選手之所以能 應該說日本之所以能成為格鬥遊戲大火 跟他們的這個 評出性也有一點點關係 非常擅長 觀察對手的這個動向 然後研究他們的習慣 進而讓研究出自己的勝利方程式 這其實也跟環境有關喔 例如說 在只有一台機台的情況下 你想要一直玩 你就得想辦法坐在那邊 你想要把這個人打下來 你就得觀察他的弱點 是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一直媽媽十塊 十塊沒有那麼多 在謹慎的金錢想辦法贏 哇 這個駕到 巨人摔 沒有上牆 有金無險的一個巨人摔 對那要是上牆的得了 因為這個場地其實也是十分的狹小 SOLA 蹲掉 可以這個印子比較小一些喔 是 比到板邊 怪王 這真的是防守真的是顧落金湯喔 SOLA很難攻進去 哎呦 又被加到 這個一定會上嗎 上了 哇 你看這上牆 這反應很好 SOLA 直接帶一個 哎 怎麼沒有中 喔 還好還好 有金無險啊 哇 SOLA這邊 因為背面的情況下 有時候角色的姿勢會影響招式的判定 對這個RA又是 封建人的RA剛好是主義比較上方判定 對它是上段的喔 雖然發生比較快 但是其實 剛剛那樣的判定是比較小的 對 有金無險拿下一個燈 看看能不能幫助SOLA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一局逆轉 破壞王進RA的情況下 哎 沒有拚到 喔 SOLA 連拿兩個燈 哇 開幕一個右腳counter 給SOLA一個很好的機會 上牆 解摔 喔 靠到 這隻換破壞王的 這邊側邊上牆嗎 炸彈摔 兩邊 血量差不多 哇 來了 下去 哇 這個在上牆 有可能 生死者 又被受留 對 這樣子 SOLA進RAGE的情況下 哇 下段沒有拚到 哇 那個蹲也是很厲害 嗯 其實這是非常大膽的選擇 因為SOLA已經進入RAGE狀態 是可以使用RD的 喔 這邊挑剔又有了 哇 破壞王 想說 被SOLA連拿兩個燈 感覺氣勢要 哇 這邊直接一個撞 哇 這個受留11沒有抓好 哇 連續的 壓制 又是一個PERFECT K.O 壞王連桿兩燈回來 這個防禦不能計算是一個 不能防 而且又時間差的陷阱 是 搶回燈 SOLA 能不能拿下這 先拿一盤喔 穩定下來 漂亮喔 看這個受留 SOLA這邊真的是反應很好喔 SOLA這邊真的是反應很好喔 下段 這邊進RAGE囉 SOLA 這一盤非常的有機會 哇 一個蛇腹風 不會刺到這個 危險了 哇 上牆 戴阿滴 哎呀 可能沒有用好 對 這邊斷掉的情況之下 SOLA 抓到這個寶貴的機會啊 是 外王這次 這是致命的失誤啊 哇這個 即便是這個 身經百戰的 日本選手 在這樣子的場合 這樣子的大型舞台 這麼重要的一場賽事 也是會失誤喔 畢竟這個是 經歷有三天 這麼 繁場的比賽啊 對 對體力跟集中力 都是一個 考驗喔 然後這個 身為這個 因為日本這邊的代表是 透過 當地 日本當地的這個 選拔賽出來的 也是擊敗了眾多好手 身上的壓力也是非常大 好 我們來更換場地之後 2比1 外王還是領先 下段Counter 再帶個連段 好上牆 哇這傷害直接6層去 這邊 血量大幅領先SOLA 外王可能要試圖調整一下節奏才行喔 是 SOLA我們 這幾天比賽看起來 非常擅長這個打一波流的喔 哇 D 蓋到了 是一波大傷害 應該可以接近半條 炸彈摔 感覺破案我來算是很危險喔 這個起身堵他 會 會立起起身喔 結果是一個 倒地踢 沒有解到 是一個DRAGON SLEEPER 摔角的請記喔 直接半條去 距離來拉開 下段 破滑空陣的情況之下 又是一個巨人摔 這邊會不會上牆呢 沒有 距離不夠 所以SOLA進Rage 西洋大幅領先破壞王 找得到破口嗎 連續兩次下 喔這個Counter有了 哎呀 可惜離牆壁太近一些 有時候這個 牆壁這個命中與否的判斷喔 真的是蠻困難的一件事情 你在場地的哪個位置 擊中對手 都關係到你後面 COMBO需要怎麼接 對連斷的選擇 需要很快的判斷喔 反怪有的時候 反而距離不好的時候 明明可以連斷 卻變成不能連斷 是 這也是 鐵拳這個遊戲的 醍醐味喔 這邊擋不住 下段揮空 SOLA 感覺在進攻上面 沒有接到 選錯了 哇 這邊是 斜行固定 斜行固定 敵血 最後一個中斷 像剛才那個地方 應該是三選一啊 是的 沒錯 當你被King的這個指令頭 應該是說衰技抓到的時候 你必須要拆一個 要不然就會被折 這邊直接上槍 沒有抓到 哇 這邊風倒了 上槍 敬銳局 生死褲 固定 生死者 沒有踢到 外王做了一個時間差 先躲開看你的動作之後呢 再來做 確定你的攻擊 好不容易 搬回一盤的時候啦 哇 真苦笑了 哦 想說好不容易搬回一盤哦 要趁勝追擊的情況之下呢 霍妖王這邊調整得很好 比數來到了3比1 畢竟 我打長盤的經歷可能是這個地球上最多的人 是這個 因為日本 當地 鐵拳的社群有在進行這個所謂斷位賽哦 那 霍妖王他頗懼盛名的就是他在斷位賽的這個勝機是非常的耀眼 所以他打的時間哦 一個斷位賽都可以打到兩三個小時 勝率相當的高哦 中途都是不可以休息的 連上廁所都不行哦 下段 擋住了 裡面起身雀反 上牆 解出來 躲掉了 這個蹲的剛剛好 其實所有選手對於蹲上段還有防禦下段的能力其實相當高哦 是 我可以看到他好幾次都擋住大下段 不是 蹲掉了上段派身之後呢直接送服起造成大傷害 想要利用 下段攻擊給SOLA做造成大傷害是比較難的哦 現在變成SOLA在帶節奏哦 虎王有一點難以施展 哦 我這邊解摔 感覺SOLA的空間人 比較好動的起來 金瑞 解摔 剛又是一隻漂亮的獸流啊 哦 不過這邊起身下段有了 虎王的機會 炸彈摔 會RD嗎 金瑞 哦 哦 哇 還是很敢蹲哦 所以這個賭的有點大哦 虎王可能似乎也是想要利用SOLA解摔 精度比較沒那麼高的弱點 是 就剛好被蹲到 又是獸流 哦 沒有 這邊耐弱沒有中 哦 跑到 哇 這個痛了 上槍連段 哇 你看這傷害 直接六哥去哦 哦 不過這邊摔到了哦 這個筋肉人摔 筋肉人翻摔 哇哦 一個月面空翻之後 月面周翻 滴血 哎 哇 其實這排打得相當顯哦 是 難得看到破壞王這邊比較拚哦 終於是破壞王登速落後啊 對 動作跳踢 上牆 哇 這邊 也是一個二選一啊 對 沒有猜到 直接二分之一的血量去哦 哦 金幣勾 剛剛這個有點可惜哦 SOLA選手雖然受流到第一下 但是卻被第二下命中 命中 對 哇 下段被擋住 不然SOLA選手大下段被破壞王抓到了 是 來 搶尾燈 這相當關鍵的一燈 SOLA這一燈要是能拿下的話 比數還可以咬住哦 好 機會來了 好 這邊相殺 下段 外王進Rage 哦 還好沒有Counter 對 蹲 下段 哇 直接派生過去 SOLA選手很大膽哦 在這個小有力的情況下 直接做了一個下段連續的生死者 是 好 SOLA把比數也咬住了哦 2比3 我感覺 破壞王這邊還是相當的沉穩 這個玩家的風格其實蠻明顯的 一般來說在這種大比賽 尤其是有教練時間的話 通常輸兩盤都會叫暫停哦 使用教練時間 但是破壞王並不打算這麼做 他覺得我自己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可能就習慣上面來講 格勒爾西還是 玩家靠自己的 想法跟對策來對應 好 有了 巨人摔哦 美上強 相較於日韓選手 SOLA選手的解摔 精度真的是稍微低了一些 對 所以你就看到破壞王這邊開始猛摔 破壞王還是 了解到得繼續利用這個弱點 是 哎 哇你看 摔兩次然後加一個下段收尾 很安全的下段 Drop Kick 對 人主要Kick玩也不會 不太會被缺乏 對主要是他人會直接倒在地上 好破壞王 登 聯繫兩次下段 哇 開始一直踢 哇 不過這邊 破壞王 距離再拉開 Lulia進來 哦 又摔到 哦 這個 破壞王並沒有逮到哦 是 說不定可以直接把他敲下去 哎 這是一個雙手摔 反而是破壞王這邊沒有解到 金瑞 下段擋不住 哎 哎 再烏一次血 隔兩一個燈 哇 揮空 又是受流哦 好危險的空氣 所以受流撥完不見得是一定可以做缺反 是 他得看對手出什麼招 你後續的硬直動作 才決定我們這邊可以用什麼方式攻擊 是 所以如果你沒有很精通對手的招跟自己的技巧 的話 其實沒有辦法善用受流這個動作 對 算是一種高階技巧 是的 哦 一直蹲哦 一直蹲 好 我這邊帶到 怪王的機會來了 炸彈摔 進Rage 中段擋住 好 直接一個 飛身 這就是一個安全的中段踢哦 是 可以看得出來哦 因為破壞王都是 名為破壞王 可是打的招都相對的打安全牌哦 哎 這邊摔到了 倒塔摘 這是一個右手的指令頭 是 哦 補齊 補齊 上槍 金瑞 破壞王危險了 這邊又是一個蹲之後的雀反哦 你看好幾次破壞王試圖要用這個延遲的上段哦 看刷熊龍會不會亂動 亂動 對 但刷熊龍都是 穩穩的蹲下去之後 來打 打一個起身雀反 墻尾燈哦 哦 踢到了 這邊應該可以攜帶連段上槍 哇 揮空 有點危險 對 這邊血量領先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角度 哇 下樓 下去 阿滴 哦 直接打 阿滴 非常罕見哦 可以看到這個是 非常有名的 綠寶石 綠寶石非暴怒 阿滴 4比2 講到綠寶石就不能不說啊 我們已故的摔角手三者光琴 似乎刷選手要使用教練時間嗎 好 coach time 好 笑笑 哦 可能沒有按到 更換場地 OK 好 這邊在 雖然說 結束過不少次了 還是要跟大家 觀眾提醒一下 因為我們現場比賽用的遊戲模式是大會模式 所以我們並沒有辦法直接按暫停來取消 也沒有辦法回到標題畫面 所以我們得先讓某一位選手的角色呢 擊敗另外選手的角色之後 重新選擇場地 對 這邊要跟大家說 稍微解釋一下 這不是故意要這樣子的 因為大家平常可能看這個 PC Game的比賽比較多 比較少看到這個Console Game 不過我們這個Console Game的遊戲魅力 希望大家可以透過這一次 我們2018 在高雄所舉辦的 RESF呢 來看看 鐵拳的遊戲魅力 尤其是鐵拳這個場地要素 對雙方角色有相當大的影響 所以為了公平起見 每一次 比賽結束之後 都必須要亂數重新選擇場地 這個規章有寫 規章有寫 結果發現還有一個非常高的特點 就是收到選手似乎是不太依賴聲音來判斷的 他連耳機又不戴 是他並沒有戴耳機 這其實有影響 對 他會不會被現場的音效影響呢 對 因為其實戴耳機的聲音是比較快的 不過看起來 開場 還不錯 這邊起身飛踢 又有一個追途浮起 這邊上牆 奈洛掃 這個掃得很大膽 這有點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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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踢擋住了 下段擋住了 這邊一個起身 上牆 撿Rage 哇擋住了 RD躲掉了 哇 上面有這個漂亮的獸流 把破壞王的RD整個化解掉 哇塞這反應 老婆這邊沒有解到 哇 這是一個飛龍固定器 是 塑拉選手真的很積極的在使用獸流啊 他的作戰方針基本上沒有改變 這邊空陣被逮到 可惜抗魔沒有接好 又蹲掉了 假動作 有了 哇 連拿三個燈 收了 莫非 SOLA選手偷偷利用剛剛重選場地的時間 做了一些調整 其實從他的表情看不太出來 還是感覺很輕鬆 說不定SOLA選手內部的處理器 已經把破壞王選手的進攻模式 還有出招比例已經算出來了 哇這download complete 其實在這種比賽裡面 如果你看到這樣子的選手 你很難猜得說他心裡到底在想什麼 那個 在從表情上面都看不出來 他到底內心的情緒是怎麼樣 說真的 比起一般的比賽 尤其現在是打長盤 打時間更長 更有時間去統計說 這個時間點 對手會出什麼招 是 這就是打長盤比賽 跟一般比賽不同的地方 善於分析的選手 在這種賽事裡面會變相當有力 對 好這邊扳鬼城 場地來到了太空戰士15的場地 回空 沒有解到 巨人摔 上牆了 傷害又出來了 這樣子瘦身失敗 是 看看破壞王是不是會針對 刷熊友這一點 繼續進行摔一方面進攻 哇 封神拳沒有中 有了 差一點 破壞王有點危險 連續兩次的下段 阿滴 帶走 選了一個比較安定的連段 因為這個血量是可以帶走的 破壞王的第一個燈 距離冠軍只剩下兩個燈的破壞王 後面扣手的康德 上牆 又是半條鞋 下段擋住 哇 這摔被蹲掉 真的很會蹲 兩邊小拳小腳 中段踢到 哇 解摔 沒解到危險 這個套路其實破壞王用兩次都被刷拳 又解開 好 這個 解摔 哇 剛好帶走 冠軍點 好 這邊 勾到 SOLA還沒有放棄 有 下段有了 紅燈拳 下段沒擋住 壞王好機會 把這邊 攜帶連段 草娃波姆 又是半條 這一次SOLA沒有蹲下去 你不能一直蹲喔 說實在的 危險 來了 金瑞局 蹲掉 又是這樣子的收回方式 這個連拳之後 用小小的有力時間 直接做了一個強制中下者 好 SOLA 沒有中段踢到 這次不摔喔 一定有發現SOLA蹲得比較多的情況下 這邊中段要帶多一點 接摔 距離拉開 喔 空陣 看到 抓選手 抓距離抓得滿好的 哇 這個沒踢到 SOLA 這個SOLA價值連城啊 對 化解了兩個冠軍點 對 槍尾燈 如果盤速帶到 尾盤的話就比較緊張了 上槍 半條 下斷 第二次下都被擋住 喔 灌到了 喔 點到了 悟空 可惜沒有接好 對 我這邊緊瑞局喔 又是手流啊 哇 踢到了 最後 破壞王選錯了 最後的這一個折 4比4 化解了三個冠軍點 SOLA 這下緊張啦 哇 必須老實講喔 SOLA真的是一匹黑馬喔 能夠殺到這邊 而且跟破壞王打成4比4 不知道觀眾朋友有沒有覺得心臟快要跳出來喔 就是非常緊張喔 這三天看SOLA選手一路打來喔 像第一天經歷跟John Faye的死鬥啊 是 然後第二天又剛剛稍早又打了 澳洲的Dion 對 其實 都不是贏得相當輕鬆喔 對 不過這個 敵力開起來喔 今天了 前期 最後一盤賽事 現場觀眾來一點熱烈的掌聲給我們兩位訓手 加油啊 最後的最後 冠軍的榮耀要屬於誰 是來自日本的破壞王 還是來自沙烏地阿拉伯的SOLA SOLA這邊上牆 六個兩段 破壞王有點麻煩喔 但這個血量還有機會 對 RD直接敲 先搶血 對 哇 中 段 直接一個衝刺拳 SOLA 先拿下第一個 哇 如果SOLA這場贏了 我要給他一個強心臟的稱號喔 誰才是長盤王是不是 哇 能夠在這樣的賽斯擊敗破壞王真的很不容易喔 破壞王 感覺氣勢有點被SOLA這邊壓過去了喔 我畢竟從大幅領先的情況被追到平盤 現在還落後一個燈啊 對 心理上的壓力非常大 對 哇 踢到了 這邊距離拉 哎 踢到了 好危險啊 這一下 踩那一下真的是 兩邊 更拿一個燈 好 幾時見過 來 哇 結果沒解到 選錯 STF STF 直接三分之一血量去 喔 起身下段 怪王想要拚一個倒地頭喔 是 但是 蘇大選手站起來 是 喔 拳摔 解摔 中段踢 下段 我這邊點一個 不斷的小拳小腳 喔 解掉 喔 來了 喔 在面前 蘇大選手不斷的逼近喔 自得壓力 喔 又蹲到了 又蹲到了 上槍 眼神死者 是一個中斷 SOLA來到了冠軍點 哇 下段 這句話來說真的壓力大了 是 哇 這邊又勾到啊 上槍 危險了 敬瑞軍 破壞王底血 差一點 最後一個下段 恭喜 來自 上地阿拉 補了 SOLA 讓我們恭喜 SOLA選手拿下 這一支 ISF世界電競錦標賽的冠軍 我們恭喜 SOLA 哇 這個真的是 這真的是一場相當精采的比賽喔 這個絕對是在 鐵拳這個逆年來的賽事會民流青石喔 這個非常經典的一場對決喔 沒錯 我們也請在場觀眾朋友們 給兩位選手一些熱烈的掌聲好不好 哇 兩位真的是 使盡全力了喔 這用日文來講就一生氣了喔 我真的對SOLA選手來說 說不定也是想也沒有想到的喔 是 而破壞王選手來說也是想也沒有想到的喔 對喔 這邊 恭喜我們的冠軍SOLA 破壞王也帶給我們相當精采的一場比賽喔 其實老實講要用KING這個角色打到這麼後面喔 也是相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為KING這個角色其實性能沒有相當的好喔 必須要靠操作者來彌補很多角色的原本缺點啊 是